大家好,我是玉米航运张忠良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6月4号玉米航运法轮说明会 今天简报主题有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还是说明一下玉米航运的公司概况以及经营策略 第二部分我们会再说明今年下半年散装航运市场的一些展望 首先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下 今年2024年第一季玉米航运营运及财务状况 今年第一季BDI运价指数平均是1824点 比2023年第一季同期的1011点增加了80% 玉米航运的一个营收也随着BDI指数的一个上涨 第一季的营收38亿4500万元 那比去年同期的28亿5700万元成长34% 那营业经历8亿8700万元 也比去年同期增加190% 最后经历9亿8800万元 那比去年同期的4亿9400万元增加100% 那接下来update一下 域名航运的目前的一个云运船队的一个规模 目前自有船舶以海迦型云运为主 海迦型船队为主 那总共船队云运船队有46艘船 那管理船队 带管船队有8艘船 那核资联运船队有14艘船 总共目前的一个营运船队目前是68艘船 那新船定当目前有4艘 这个64000吨的一个轻便型船舶 我预计会在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交付 那域名也设定了未来长期船队的一个成长目标 预计会成长到100艘船以上 以及1000万吨载重吨的一个双成长目标 那域名船 域名航运的一个自有船队 我们持续的一个太旧欢型转型优化 那目前的一个船龄是大概6.4岁 比市场平均的12.19岁 大概少年轻了一半 那我们的节能船队的一个百分比高达94% 也比市场的一个37%增加蛮多 那环保以及年轻是域名船队的两大竞争优势 那域名的一个节能船队大概有91% 那CI rating都是C级以上 那市场根据市场的一个报告 市场大概只有31%的一个船队可能会落入这个低级或一级的一个平等 那这个部分可能会 船队可能会受到这个减速航行的一个限制 那接下来说明域名的一个这个业务的一个经营模式 那域名自有船队除了长期租足以外也在现货市场营运 那同时也在市场租入其他公司的一个船舶搭配营运 进行货物及船舶的一个套利 那强化公司自有船队的一个这个营运效率 最大化公司的一个利益 那这个 这个也是域名 过去以来这个自有船队的一个营运的一个日出均 远远超过市场平均的一个日出均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第二部分我们说明一下散传航运今年下半年 以及未来的一个涨化 那根据IMF最近对于今年以及明年全球经济GDP的一个预估 那今年的一个GDP成长率大概还是维持3.2%的成长 那主要 那经济成长主要的一个动能还是来自于新兴市场 今年新兴市场的一个平均GDP成长大概是4.2% 那其中中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GDP成长预估目前大概是4.6% 那中国经济还是受到整个房地产产业的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 所以目前的一个成长比率相对于2023年还是一个减缓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国家是一个印度 印度根据目前的一个预估今年的一个经济成长率大概可以高达6.8% 那印度市场也是散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营运的一个市场 那根据市场的一个预估今年2024年 在展装的一个盐顿海里的预估成长总体来讲大概成长3.5% 那以铁矿砂来看的话大概成长2.8% 煤炭大概成长2.9% 那谷物的部分成长最高大概达到5.8% 那中国今年第一季的一个GDP成长这个实际数大概是5.3% 超过市场的一个预估 那这个主要贡献来自于这个制造业 那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的一个整个新开工的一个施工面积 开发这个投资还是持续一个衰退的一个状况 那他中国的一个经济复苏还不是很不确定因素蛮多的 那可能还是持续受到四个低的影响 包括地方债务通过几说以及金融的一个去风险化 以及人口结构四个低的一个主要因素的一个影响 中国经济的一个复苏 所以中国政府在5月份也发行规划发行了 一兆人民币的一个超长期的一个国债 来提振中国的一个经济 那会主要重点支持的一些项目 那其中包括粮食与能源的一个安全 对于散装的一个需求应该是一个利多的一个因素 那中国第一季的一个整个海运的一个进口量 主要受到整个能源商品的一个需求强劲推动 那也是比去年同期大概成长14% 那其中成长最多的主要来自于煤炭的一个进口 那煤炭主要就是因为发电量成长 那加上中国国内的一个煤炭价格比较高昂 那加上解除了澳煤的一个进口限制 所以整个煤炭的一个进口量比去年同期来的这个大幅成长 那另外铁矿砂的一个进口量大概今年一到四月也比去年成长7% 那谷物的进口量也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% 那接下来看一下中国铁矿砂的一个进口量 那进口量从去年年底的一个低档库存 那持续的增加 那港边的一个库存 那目前来到了一个近两年的一个高点 那这个部分相对于2022年的一个高点 16000万吨目前已经来到大概接近15000万吨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会影响到未来铁矿砂的一个进口需求 那会持续关注这个未来的一个 这个是主要未来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主要的一个 撒装贸易的一个市场就是印度 那印度政府目标是在2023年会将钢铁产能提高到每年的3亿吨 那这个部分钢铁这个链钢需要的一个焦煤 主要一个焦煤原料预计会增加印度进口进口量 那印度目标这个钢铁产能3亿吨大概比目前2023年增加了大概71% 那另外一个主要的一个原物料就是蓝煤 蓝煤部分印度蓝煤火力发电连续两个月创下新高 那主要因为整个印度经济还是持续成长 那推升了整个煤炭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部分在未来几年应该整个印度还是主要仰赖整个煤炭 来推动他们火力发电 那根据世界钢铁协会对于2024年钢铁需求的一个预估 今年大概需求成长大概成长1.7% 那主要成长的地方应该是来自于中国以外 中国目前预估大概是零成长 那其中成长最多的应该是印度 大概预估成长大概8.2%左右 那未来几年到2030甚至到2025年 主要的一个钢铁需求的主要的成长动力来源 主要是还是来自于印度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需求成长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未来几年整个铁矿石开采的一个整个发展 那关注到目前的未来目前新兴的一个铁矿石开发计划 主要是来自于西非这个几内亚西芒度铁矿石的一个开采计划 那这个预计在2025年年底会第一批货会正式出口 那年产能预计在2028年达到1亿2000万吨 那应该是主要销售到这个中国以及亚洲地方 那另外就是巴黎的一个铁矿石的一个生产量 也会从2023年的3亿2000万吨 那成长到2026年的大概3亿4000万吨到3亿6000万吨之间 那这个两个远距离的一个铁矿石生产的一个地方 将有助于推升对海峡船舶运力的一个需求 接下来我们看到谷物的部分 谷物目前来看的话 全球大豆的一个出口预计会在未来几年大概增长8%左右 那谷物主要是由这个巴黄极限型来运送 那这个部分应该会带动整个持续稳定 等于是对于未来几年这个巴黄极限型的一个运物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看一下过去10年整个主要原物料 它的一个贸易量的一个成长率 那我们可以看到铁矿石过去10年的一个复合成长率大概是2.1% 那煤炭大概是1.4% 谷物大概是4% 那铝土矿大概是4.2% 在今年预估来看 铁矿石大概成长大概1% 那煤炭大概是一个些微的负成长 那古物大概预估成长5.2% 那成长率最多的是这个铝土矿 那预估成长8.2% 那铝土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贸易 主要是来自于也是来自于几内亚 那出口到这个中国 那这个部分应该也是会带动海峡型船舶的一个需求 那接下来我们谈到整个散装船的一个供给的一个部分 那未来几年船队还是受到整个船厂的目前订单满载的一个因素影响 那预估今年2024年的船队竞争压大概只有3%左右 那明年大概也是只有2.5%左右 那这个部分等于是供给不足 船队竞争压不足应该有助于稳固 未来的一个散装的一个运价 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散装船的一个订单占目前营运船舶的一个比率 大概只有9.6%左右 那其中以海家型船舶 订单率是最低的 大概只有不到6% 那巴阿玛极限型大概11% 那轻便型大概10% 那都是相对于其他船型 货柜船或是高价的一个天然气船来讲 都是一个订单率都是相对偏低 那以可接受订单的一个船厂来看的话 目前的一个船厂可承造这个散装船的一个船厂 比2008年的一个高峰期大概减少了90%以上 那这个部分当有助于抑制未来的一个船盾的一个供给 那这个部分应该是对于运价是一个证明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有利运价的因素就是一些法规的一些因素 根据目前的一个预估到2026年不符合環保法规的一个散装船 船数可能要价降10%左右 那另外目前的一个船数以2024年来看 目前的一个平均船数已经低到11节船数以下 比2008年的13.5节大概已经减少了20% 那这个部分也会相对减少船舶的一个运力供给 有助于整个支撑整个船运的一个运价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鸿海危机 对于整个散装供应链的一个影响 那鸿海危机从去年12月底开始产生以后 那可以看到整个通过苏伊士运河的一个船对 散装船的一个稍数 比以目前来看的话 比这个去年12月初大概少了37%左右 那同时经过绕道经过好旺角的一个船队 那散装船也比去年同期增加24%以上 那这个部分等于是会增加的 减少了散装船的一个运力供给 那如果有90%的一个船舶均 全部都改到的一个假设基础下 这个部分散装船的一个沿顿海里 可能会增加2%的一个运力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部分红海危机持续的话 应该会对于这个散装船的一个运力需求 还是会持续的一个增加 那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 今年1到4月份整个波尔蒂海运价指数的一个状况 那今年1到4月份平均的一个指数是1801点 比去年同期的1114点 大概增加62% 那主要是由海迦型船舶来带动其领长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海迦型船舶 今年1到4月份平均是23200块钱 比去年同期增加118% 那这个大概是从2010年以来最高的一个数字 那巴马极限型也是15600块钱 也是比去年同期增加28% 那轻便型的话 今年1到4月平均是13400块钱 也是比去年同期增加25% 那最后我们把今天整个报告做一个总结 那整个散装的一个市场还是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那正面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些运力供给还是持续受限 那法规因素净零排放的一个因素会导致整个船舶低速航行 那地缘正式很多因素都会影响船舶的一个运力的一个攻击 那加上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的一些因素 那相对来讲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包括通膨 那能源转型 那全球的一个经济成长 那加上中国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因素 都是可能对于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散装航运的一个需求 不过整体来讲 还是认为整个下半年散装航运整个景气还是相对于神圣乐观 对于未来下半年的一个运价还是 还是持续看好整个散装航运下半年的一个运价 那以上大概是今天 展示说明会的一个简报的一个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Q&A 谢谢